无论在任何时代,大国都是影响国际关系发展变迁的主角,大国之间的博弈互动塑造了整个世界的基本形态,就当今世界而言,中国、美国、俄罗斯是影响国际秩序变迁的主要力量。 这三个大国之间的竞争合作态势直接决定着人类未来,对美国霸权方面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对于美国而言,中国的威胁主要在经济层面,俄罗斯的威胁主要在军事层面,美国实际上是在经济和军事两条战线上,同时对抗中俄,现有国际发展态势显示,中美之间的对抗升级似乎不可避免。 中国在给美国补一刀,普京则是出了拜登的底线,以使未尽,刻意知心替,以人未尽,刻意明得失,欢迎订阅老海说事。 中美之间的博弈对抗,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以特朗普时代的贸易战为标志,中美两个全球性大国拉开了全面对抗的序幕。 几年来,两国的具体对抗措施失踪实紧,双方见招拆招,互有往来。 美国政府也说过一些希望缓和关系的冠冕说辞,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博弈对抗,必然会进一步增强。 这是由美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几乎难以逆转。 首先,帝国主义的背列本性,决定美国势必会进一步打压社会主义中国,文明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社会形态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是人类社会发展颠扑不破的历史铁律,资本主义相较于封建主义,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然而,资产阶级在繁荣兴盛的同时,也产生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将领导人民步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在本质上讲,就是存在根本矛盾的,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魁首, 美国自然会将全球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视为眼中钉,时时刻刻想着颠覆我们, 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坚持和平共处原则, 愿意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不会刻意输出革命, 但带有邪恶帝国主义基因的美国可不会这样, 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时期,社会主义中国的力量还比较弱小, 各种制度也不甚完善,美国的被威胁感自然也没那么强烈。 美国甚至还曾试图对中国进行改造, 他们天真的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终将融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 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在实践探索中走出了一条 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社会主义的大旗不倒,而且日渐繁荣昌盛。 时至今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发展进程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在同行衬托之下,美国资本主义的弊病也是进一步暴露无遗, 长次以往,包括美国人民在内世界人民, 终将亲手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因此,为了维护自己最根本的阶级利益, 统治美国的那些大资本家们,必然会使出浑身解数对社会主义中国发难。 其次,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态势日益明显, 美国认为自己的霸权地位受到了中国的威胁。 美国作为一个霸权主义国家, 绝不允许他人染指自己的至尊霸权。 即便对方只是有这个实力也不行,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认为, 对于霸权国而言, 先发制人将挑战者扼杀在摇篮之中, 才是维护霸权地位的最佳手段。 当年的日本, 经济曾一度繁荣辉煌, 但美国仅凭一纸广场协定就将其打回了原形。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渐昌盛, 美国的不安全感和战略焦虑感日甚一日, 美国在其多份官方文件中, 都将中俄明确界定为最大对手, 但俄罗斯的威胁主要在军事层面。 且国力处于下行趋势, 中国的挑战主要在经济层面, 且国力处于上行趋势, 因此, 美国必然会继续采取各种激进且下作的手段遏制中国, 因此, 只要中国综合国力, 尤其经济实力继续增长, 中美对抗注定会进一步升级, 中国给美国来了一个神捕刀, 美国在各个方面都卯足了剑, 使出了浑身解数打压中国, 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早已春水冬去, 日益强大的中国又岂会坐以待毙, 中国冲准时机, 对准美国来了一次补刀, 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 二战之后, 美国凭借强大实力将美元与黄金强行挂钩, 攫取了世界货币地位, 与黄金脱钩之后, 美国又强迫产油国与之合作, 建立起了石油美元机制, 继续维系美元的世界货币职能。 因此, 美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外汇储备的国家, 那么, 当美国政府缺钱时, 怎么办? 除了开动印钞机, 疯狂印钞之外, 就是向全世界借债度日, 中国在几十年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进程中, 积攒了大量的美元储备, 为了不让这些钱摆在那里贬值, 必须将其在国际市场上投资出去。 在美国国力上行, 中美关系大局稳定的时候, 购买美国国债, 自然就成了我们进行国际投资的重要方式。 目前, 美国国债还在以100天1万亿美元的速度疯狂增长, 目前总额已超过34万亿美元, 作为大客户的中国。 已然成了美国的财神野, 2012年, 中国持有美债最高峰时达到了1.3万亿美元, 因此, 在必要时, 我们当然就可以通过抛售美债, 对美国进行对等制裁。 自从2020年以来, 中国已经连续抛售了大约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总体来看, 中国的美债持有量每个月都在下滑, 要知道, 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 中国的行为对全球投资者都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 尤其在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国际信誉度不断下滑的情况下, 中国的抛售行为无疑是击中了美国经济的痛点。 不仅会加剧美国国内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状况, 还会影响国际投资者对美元的投资信心。 进入2024年以来, 中国进一步加大了抛售美国国债的力度。 美国财政部2024年4月17日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数据显示, 仅2月一个月, 中国大陆仅减持了227亿美债, 美债总持有量为7750亿美元, 接近2009年以来的最低值。 3月份, 中国大陆再度抛售了76亿美元的美债, 大量抛售美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捕刀将进一步恶化美国的经济和财政状况, 在巨大的利息压力和经济下行压力之下, 拜登政府不断提升债务上限, 饮阵止渴, 政府入不敷出的情况越发严重, 就连股神巴菲特也发出警告称, 自己对美国的财政赤字风险感到十分担忧, 对于抛售美债换得的钱, 我们多数都用在了增加黄金储备方面, 以优化我们的外汇储备结构, 截至2024年4月底, 中国黄金储备规模环比增长6万盎司, 以连续18个月加仓黄金, 普京释出了拜登的底线。 中美两大国的大国博弈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在多条战线上同步展开, 围绕美债和美元资产, 双方必然会有进一步斗争冲突, 在新一轮的美俄博弈中, 普京总统释出了拜登政府的底线, 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之后, 西方七国集团和欧盟联手冻结了大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央行海外资产, 这些钱大部分都在欧洲, 因此, 尽管美国不断要求没收这笔钱用于支持乌克兰, 但欧洲担心遭受俄罗斯报复而不肯答应, 直到2024年5月, 美国才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即把这部分资产抵押出去获得贷款, 然后提供给乌克兰, 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表示, 虽然具体细节还有争议, 但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 向乌克兰发放援助贷款的计划, 得到了参会各方的普遍认可, 目前没有看到任何阻碍, 俄罗斯当即进行了十分激烈的反对, 斥责美欧的行为是强盗和小偷行径, 更是将国家层面的盗窃行为合法化, 俄罗斯必将进行强力反制, 随即, 普京总统就签署了一项法令, 计划通过扣押美国的财产来补偿俄罗斯的损失, 尽管俄罗斯很难直接扣押美国资产, 但可以追讨私人投资者在俄罗斯的资产, 或者在俄罗斯账户中的资金, 根据新法令, 俄罗斯的企业, 银行和公民都可以向俄罗斯法院提出请求, 扣押相关的美国资产弥补自己的损失, 这些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美国人在俄罗斯拥有的存款, 房子或公司股份, 普京的这一做法就是在警示美国人, 如果他们胆敢毫无廉耻和底线地扣押其他国家资产, 那么别国也理所应当地可以予以反击, 如果有一天美国对中国采取同样手段, 那么我们也就理所应当地可以以牙还牙, 鉴于中美互为最大贸易国的地位, 以及互相在对方国家都有大量投资, 美国应当谨慎行事, 否则一定是作简自负,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见。